我想最大的改變應該是整體視野的提升 我們見到來自不同部會的長官 他們在分析在政策延遞跟推動過程中 所碰到的一些困難 還有他們在執行政策 制定政策時候的一些考量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在做公務來講 整個視野包括整個政府 各面向在推動政策的思考有很大的提升 我覺得收穫最大的是 雖然是離開家 抛夫氣質地離開家 自己所受到的成長跟學期 不僅可以回饋給我辦公室的同仁跟我的部署 那也把一些我在這個班裡面所集結的人脈資源 帶進去我的工作場域 把視線拉到另一個高度 當然參訓可能內心會有些增長 會覺得我怎麼把工作丟給我的同事去做 可是事實上參與訓練之後你所累積的量 其實在後面是會看得到的 在整個訓練過程中我認為這個 印象最為深刻的第一個是植物見習 進一步近深的近距離的了解到這個政務官在做政策的時候他所考慮的面向 另外一項就是國外演習有助於我在公務上有了很多的啟發 這些啟發後來我回來了以後呢 都想辦法運用在我的公務推動上提升我的公務的品質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沒有在國外求學生活的經驗 我覺得透過我們這樣子的一個非要方案 讓我們的視線可以拉得更高 可以一起跟世界與時俱進 也帶領整個國家的向前邁進 高階文官培訓非要方案 機會難得 請大家好好把握珍惜 高階文官培訓非要方案 是一個您一定要把握的機會 加油 謝謝